大家好 又是我阿Dee 今天跟大家介紹急凍牛小排 如何解凍令大家在家中使用更方便 大家不要看 我的冰箱是不得了 一塊硬瓜瓜的牛小排 這個已經出了煙 一塊牛小排如果拿回家解凍 如果買冰鮮就可以了 其實牛小排不一定要買冰鮮 冰鮮只不過有排酸作用 但中間的油花和肉質都可以 只要買急凍解凍得好 其實都一模一樣 我經常都說放菜隔 菜隔是甚麼 放飲料飲料那一格 放飲料飲料那一格是可以的 我預先放了一塊 解凍了24小時 那會如何呢 我先收回一塊 這個解凍了24小時 你看看 其實解凍完之後 你會看到一些水出來了 一般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要再分割它 譬如說你切開了一半 我用一半 然後另一半又如何呢 其實你就可以 預先解凍了少少 然後將它本身有兩塊的牛小排 就是這樣 將它拆開 然後立即拿開一個急凍 這樣也可以 這塊怎樣製作呢 我打算拿上天台 一路前 然後一路 我還有鼻腸炭 又有路 一路燒食 事不宜遲 我們拿上去 好了 那 上到天台了 其實呢 都重新說一次 重新說一次 其實牛小排從哪裏來呢 就等於牛仔骨 牛仔骨 上面那塊肉呢 這塊肉呢 就等於牛小排 所以一包牛小排 其實就有兩塊牛仔骨 都是第六、第七、第八條骨 因為是最厚肉的 其實呢 如果你買到牛仔骨 拿回家自己起牛小排都可以 所以呢 這就是另外一件事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讓大家看看 究竟我們熔了24個小時 記住 你放在雪櫃裡面 如果你旁邊上上下下 旁邊沒有東西放 其實這塊肉就熔得很漂亮 好 大家可以看看 這塊肉 這塊就是prime的牛小排 好 如果保鮮紙包得不緊 包得不緊 有什麼方法呢 放進一些密實袋裡 放進密實袋裡 接著才放進去 其實都是一樣的 好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切 你會見到 旁邊有些肥膏 筋 油 筋 如果你留回去 其實你用來炆 炆咖哩 滾湯 做其他東西 就不一定要放 油呢 就可以儲存另一包 用來做牛脂 那些牛脂有什麼用 用來炒菜 做其他東西都可以 喂 不是啊 我不吃太多油 那你就想你 但這些油的動物油脂 比你用其他油 我自己覺得更加好 這裡你會切了一些 一條條這些是牛肋條的位置 連筋一起切 到時你炆的時候 你用來炆好 用來煮其他東西好 其實就很漂亮 為什麼叫很漂亮 因為筋炆完後有膠質 這樣就整條圓圓整整 可以切得好 然後 這些都是 看到筋 把刀放進去 然後你看到有些筋 然後這樣 繼續向內 不斷地定住 一直這樣拖 看到這裡有筋 然後拖 然後拖 你很輕地拖 拖 拖 這樣就完成了 那你就看到 這裡這些是筋 然後有些肉在這裡 然後這裡就很乾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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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整个精修的牛小排就完成了 你看 好了 现在剩下这肉 精修得这么漂亮 本身牛小排是这样的 但你会看到一条条纹 其实你就可以反过去看 你去改肉的时候 大家在家里把它执平 然后去切 因为你看到有些顺纹在这里 你可以按一下顺纹 这样切一块 接着第二份 你会看到这里是平的 接着呢 这样切 那你就会看到 拿到三块漂亮的肉出来 其实呢 怎样才切得漂亮呢 你看到这么小块 喂 我怎么切啊 大哥 小块 不要紧要的 我们今天一样烧烤 这样就放在这里 接着呢 把刀 斜切 你看 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这样 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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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刀呢 就是平的了 然后呢 你会看到呢 这样切出来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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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大小几个也这么幅度 中国的斑 面又好看啦 中国的肉又够漂亮啊 哇 你看 多正 那另外那几个不需要说啦 另外那两件一定漂亮啊 那你就可以去看看啦 嘩,是否一样都这么漂亮 所以如何有心机去挑好根 留下有用的,比如用油就用油,用炖就用炖 中间的肉就是一块蒸水 我告诉你,是一块蒸水 现在,让我先切粒粒 这一份是用备长炭烧食的一块 好了,现在备长炭 这个炉,我这次是混蛋 底部忘了下水 但现在摸下去还是不热的 一会儿一定很热,因为我忘了下水 你看看,外面有这些东西 你看看,我很开心 现在够热了 先试一下 炭烧是另一种味道 好,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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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烧肉汁 喂,我不客气 用炭烧完全是两回事 首先,你要炭够红 其实这些就是一个很大的享受 吃肉汁 吃肉的文化 吃肉的感觉 全部都是源自于自己切 烧 和人分享 这个很重要 所以烧一块肉 到吃是很棒 那我就继续烧肉 多谢大家看这集 下一集见 觉得好看的 记得分享, Like, Subscribe 没有东西 不想和大家说这么多 大家看到这条片 觉得肚饿 快点在家里拿好肉 拿它解冻 然后切 最重要是和家人分享 和朋友分享 拜拜